在第六届亚信峰会召开之际 小新来到了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亚信会议秘书处 作为亚信会议的常设机构 它的主要职能有哪些 构成多样又广泛的亚信会议成员国之间 又是如何进行文明交流与对话的 今天小新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随着亚信峰会的举行 这一亚洲地区跨文明 跨地域 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再次受到关注 阿斯塔纳是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他想小新介绍 亚信会议于1992年10月 由哈首任总统拿着阿白耶夫倡议成立 目前拥有成员国27个 观察员国9个 观察员组织5个 由于亚信会议国家在历史文化 宗教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多样性 在相互协作与信任中 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必不可少 该如何看待信任建设中文明互建的作用 小新请来亚信会议秘书处执行主任 请他谈谈自己的观点 明显到最好的计划 以计划业似书的行为 以恃和计划与众业的投资 而在国有华民主委中的伙伴不相同,但未必是在任何度相同的计划 所以,也许真的,那一切的一种各种产品, 我 nghĩ好不仅是共产的共产的伙伴, 而加上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也希望表明,顧及优优独播剧场—— SVMDA说明,会员优独播剧场—— 我们可能会相信,多数多多多领域 但是,我们希望并且发展,没有 27, 而是更多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